《作為奠護》 我們用尾巴這兩句句子作為個例子 我們金童博講那種感情和氣息配合 我們進行 然後講這三個台階 哪一个是第三个台阶最高的 油 这个盆是比较小的 很小的 油字就很大的一个比例 占了我们气息的百分之 差不多是百分之六十的比例 作为朋友会舒服些 这两个句子都是同样的 它的模式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这个 再唱一唱这个部分 一二三四 你说我又不会变 作为朋友会舒服些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你这样唱的时候 感觉不觉得这里顺畅了 如果你这样唱的时候 这个气息的使用有些浪费了 有些发挥不了 因为我们吸了入气之后 这一桶气息往往不是我们武器 而是我们只是用了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用不了 是因为我们这个动作的配合 未能够将下半部分的气息 compress出来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是需要用这个后头向下 作为朋友 要压到出来 但如果它没有这个过程的话 承低下来的气息就是浪费了 这个动作的配合 要慢慢把它加上去 好 就来一下 接着了 说肥杯杨树费了 说你不太太猛烈 走得越远 越没感觉 你说世界会承担一切 距离让我们好过去 但是你走得越来越远 我却越满越有感觉 我却存在你的世界多一天 好 这里长句子 我却存在你的世界多一天 这个天字给预留多一点的气压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 天字的前半部分 他们的关系是垂直九十度的关系 我却存在你的世界多一天 全部都是垂直九十度的 再来一次 这里出来 没有感觉 我却存在你的世界多一天 就连自己影子都要看不见 你带走了什么 你看不见 他却不断启示着我每一天 我好像休息 我好像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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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的惯性 这个向上拉的惯性 未能够被我们正确的 橫甲膜的吸气 未被他打败 应该打败他 那你就会觉得 这个气息是足够的 一二三 向我推出来 这个要有 要有意识 他才会慢慢改过你 就是说每一个吸气的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 有要求拉 先把动作做出来 可能结果未完全达标 就是说吸气的量 未必完全是正确 但是如果这个空间 能够reserve到的话 那他安装了什么 如果你有空间的话 气息是已经安装了进去 而且会慢慢加大 就是气息的量 会慢慢加大 所以动作是做第一步 将这个动作 要先把它完成 不要管他有没有吸气 我将这个吸气 好 刚才我们练那个 你看不见 我们跟方文说了 这个吸气之后 好像有一个大的圆台 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 你看 那个看字 你看不见 那个看字 是另外一个桌子 大的圆桌 你看 像我们的这个气息的 这个圆桌要往下 它降下来 你看不见 把它们两个重叠在一起 OK 好 你看这个位置来一下 准备 你看不见 它却不断启示着我每一天 我只剩在你的回忆多一点 就连自己生命都要停满前 我哭喊这是梦 准备 再来 你听不见 因为我其实在回忆里面 在这回忆里面 在这回忆里面 对了 对了 这个方法好就好在 你不需要做足一百分 你已经可以看得到 这个声音的不同 声音的效果的difference 你只要这样想 但向这个位置 向外用来 你听不见 这个听字把它拍 往外推 在这个听字上面往外推出去 这个声音 口头的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放松很多 放松了以后 得益的就是这个声音的quality 它会没有那么紧 松了 松了下来 OK 好 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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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